新疆的美食不能错过 新疆的夜市更不能错过 我们驾车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行驶 准备前往新疆的和田市 这个高速从夜头去往和田 但是那边是有活道的 可是活道是走不了的 所以我们必须上高速 好 谢谢 我发现这边的高速 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直 一眼望过去 就是望不到尽头 对 我们现在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方向盘就没有这么拐过 一切都是直路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自动驾驶 它就能够出来熟 它的旁边会经常出现这种提示路牌 请勿疲劳驾驶 因为在这种路段上 可能很多老司机就会 放速警惕 对 因为它是一条直路 你制裁油门就好 那我们旁边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行驶至下午 我们准备在皮山县下高速吃晚饭 但是刚从高速路口下来 我们就被要求做核酸 是我下来就是准备吃个饭 我要去河田方向 我只是下来吃个饭 等级了吗 等级了 等级了 等级了就要做 就必须要做是吧 你不用等结果 山羊完就可以做呀 就可以 完了就直接可以走了是吧 那我们去河田什么不影响吧 不影响 不影响 等级就完了 好的好的 谢谢 要检测了 做完核酸后 我们继续出发了 好了我们已经做完核酸检测了 他说24小时之内 这个以短期的形式通知我们 对 我们现在就继续走 没想到呀 在西方做了一次核酸 对 下来吃个饭的功夫 就做了个核酸 因为我们要去河田 今天就没干到 现在7点多了嘛 想去平山那边吃个饭 就在这边测了核酸 但是还好他不扣留你 就是做完之后就可以走 然后消息会到时候通知你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达了 河田的高速度收费站 下了这个站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河田市区了 河田是新疆最南端的城市 南伊昆仑山 北林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著名的玉石之都 而现在我们要去品尝 河田的美食了 听说呢 河田的夜市很出名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看一下 刚好我们得饿了 在新疆这个美食 是不可以被辜负的 我其实也就是给自己 吃了好几天 吃了好几天这个新疆的特色美食了 还是没有吃完 很累 但是确实好吃 没办法 对 终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河田夜市 闻到了吗 现在大家闻到了吗 前面呢就是夜市了 就你走到它 离它有几百米开外 你就已经可以闻到夜市的味道了 对 所以说很多人对这个夜市嗤之以鼻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卖的很贵 然后很多当地人觉得并不是最正宗的 但是对于游客来说 它就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 我看这个夜市它的占地面积很大的 说新疆的美食不能错过 新疆的夜市更不能错过 对 要进去了 进夜市了 进夜市了 这个道呢 我们要绕一下 要绕好多圈 才能绕进去 可能平时人很多 对 可能平时人很多 我们要绕了 可就绕 跑起来 终于到了 出 哦吼 很大 真的是美食的集结地 夜市 像是美食一条街 嗯 可以看到呢 这个街道你是忘不到头的 我发现哦 它这边的夜市 好像不只是河田的当地特色品质 还有全国各地的 像什么东北四川小龙家 东北什么烧烤 好多好多 我们看到呢 这里有很多的土鸡蛋 好多好多 几十家这种 对 土鸡蛋 那在哪儿吃吧 哪儿吃呢 这边吃 两块五 两块五一个 这个 这个 我的蛋是 我吃两块五的 两块十几蛋 嗯 两个鸡蛋 再有一个鸵鸟蛋 老板的鸵鸟蛋 二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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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就好了 是 是 这怎么吃呢 就直接吃吗 还是撒调料 撒调料 我感觉撒多了 你都吃吗 好问题 我们现在呢 已经从这个夜市里面出来了 对 刚刚我们吃了这边的烤鸡蛋 土鸡蛋 我们看那边一排十几家二十几家全是卖这种鸡蛋的 应该是当地的特色 我估计一下 虽然是呢 因为里边呢 其他的那些物价有一点点的高 所以呢 我们为了符合这个穷油的特性啊 我们去找一家便宜的餐厅去吃 说实在的 它里面的物价大概是外面物价的两到三倍 所以说呢 还是一个适合游客来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是穷油来的 所以我们不忘初心 我们准备吃大盘鸡 这是我们四十九 嗯 四十九 很便宜的 而且呢这个环境真的很不错 来到之后呢 你会把它换点锡 是大盘鸡的味道 我们准备把面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 香 吃完大盘鸡 我们也要找地方过夜了 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找到了一个露营地 这个地方呢 是在和田的郊区 是一个断头路 我们现在的车呢 就在旁边停着 然后那边是一个工地 好像正在盖楼 这边应该是以后的一个新区 我估计是 但是还是比较偏远的 嗯 我们已经 东西准备好了 等会收拾一下就可以睡了 每次找这个地方真的很难 跑了好久 现在都已经十二点半快一点了 嗯 赶紧睡了呀 新疆和田一座旅游之场 美食之场 更是大漠之中的浴室之场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嗯 嗯 嗯